嘩 不夠半年 我又去日本了 不過這次不是普通旅行那麼簡單 就是我們咪咪Mark的company trip公司旅行 嘩 想想 有些同事 我真的很久沒見了 這次可以見到他們 還要一起去旅行 真的很開心 我在美國找不到好的髮型脂 所以我去到日本 第一件事就是剪頭髮 是我早就預約了這間叫Soujo 因為他們懂英文 他幫我選了這個Ashy一點的啡色 樣子已經有點黏黏 適合我 今天我過來日本橋這邊 因為想吃這間叫美漿雞三和的店 就是親子丹 是名古屋八年老店 雞煮得很嫩 雞蛋也特別有味 我都蠻喜歡這個complex 叫做Coledo 地下一層 還有Basement也有很多東西吃 哇 終於見到大家了 我們第一晚下飛機就去吃華石料理 第三天我們就一起去了河口湖附近 幸好今天天氣真的很好 最重要是天朗氣清 萬里無雲 就可以拍到很多美照 看到富士山很清楚 我們第一站就去了淺間公園 還要爬樓梯 到最高點就可以拍到中寧塔和富士山的合影 我們都來將公司大合照 不過未齊人這張都是ad hoc影 這次旅行我們還有些同事 移居了外地 例如是台灣 溫哥華 都一起來加入 第二個景點就叫做隱野百海 原來是看水的 富士山的積雪和雨水滲入地下 一直向下流流到山腳 變成了一個湧泉裙 原來富士山可以當它是一個巨型的 水濾濾 淚水器 泉水經過幾十年的過濾 出來就已經非常清 如果你在對的天氣或者光線之下 就簡直可以看到池底 有多少條魚都可以數得清楚 這個時候先去廣告 回來繼續有我們的行程 我想起我有件事想做 還未化妝之前做 而那件事我擺在雪櫃 就是我想想想想敷法國小姐的磨砂 哇 好香啊 每次開蓋都覺得很香 敷它五分鐘 然後讓它做排毒 保濕 增加肌膚彈性 因為它有法國的大王 也有凡宴菜宮花園的白青瓜 而且它還在法國一個叫封丹白露的城堡裡面 開採了一些很幼細和圓形的磨砂 放在這個護膚品裡面 哇 洗完之後這半邊的臉真的滑很多 哇 差很遠 讓我考一下我老公 老公 老公啊 你摸一下我邊邊的臉滑一點 你用同一隻手才行的 有什麼問題 這邊肯定 哎呀 對呀 這邊做了磨砂 算你適合了 吃完午餐 我們就去了西湖獠芝里根牆 這個合掌村有20間 真是依照古代日本完整復原的茅草屋頂的屋 走到這條村就真的好像去了日本的古代 這個應該是World Heritage 感覺非常寧靜寫意 而且不知為什麼 可能下午來沒什麼遊客得我們 啊 都真的頗舒服的 這個範圍 就沒有之前兩個景點 哇 充滿著遊客 我就很喜歡幫同事拍拍照 你看我們個個都是美女 這張就真是旅行戴合照啦 然後我們的旅遊車又經過了富士商店街 哇 在這裡看富士山真的很棒 因為有參考 你知道富士山多高多大 晚上我就預訂了新宿的蟹道諾 預訂了60位 哇 我真的沒想過 他給了我們一個這麼大的廳 我坐滿整個廳 到了Day5 同事們都在銀座 酒店附近不斷擲買東西買手信 但旅行終於要告一段落了 希望下次公司旅行真的可以全公司 甚至可以帶家人一起參加啦